今天介紹的這種雙點打法叫做Diddle 也叫做Double Stroke 打法就是以單手連續打兩下 這兩個音都是用自然彈跳的方式來產生 首先看我的右手 我的拇指跟食指會控制骨棒揮動時的支點 關於支點這件事情在之前的握骨棒的姿勢裡面已經有提到過了 各位可以去找之前的影片來看 開始囉 我先從握骨棒的姿勢說起 現在畫面中我的握骨棒的姿勢接近於法式握法 看到畫面中我的拇指跟食指相對的施力在骨棒的上下兩側 骨棒自然落下的時候會像是這樣 等一下練習的時候我即將把我的中指無名指跟小指放開 拇指也會放開 讓骨棒停留在食指上面 像是這樣 再一次 注意這個放開的動作 先把骨棒舉起來 你會注意到整根骨棒是靜止的 放開的那一瞬間 我的食指支撐骨棒的這個位置 不會再移動了 我現在做一個錯誤示範 就是食指支撐骨棒的這個位置 如果會移動的話 這樣上下移動都是不好的 就直接定住就好了 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骨棒可能會 會跑掉 以各種不同的角度 脫離你的手掌 去練習力量不要太大 記得重點是讓骨棒自然的落下 去感受 去感受 記住骨棒彈跳的狀態 跟你的打擊面 維持一個小小的角度就好了 不要舉得太高 左手也是做一樣的練習 現在注意到 我想要讓這個彈跳 保持原本的狀態 但是在彈跳到第二下之後 我的手掌 就是我的拇指 以及中指 無名指 小指 就要把骨棒接住 看一次喔 彈兩下之後接住 再注意看一次 先舉起來 從靜止的狀態 讓骨棒自然落下 再一次 如果你每次落下 骨棒的高度都是一樣的 這個彈跳的時間間隔 就應該是一樣的 如果這個高度比較低 如果這個高度比較低 彈跳的時間間隔就會比較短 現在我再試試看更低一點 你會發現速度快很多 現在來討論 骨棒落下時 手掌放開的程度 當然 越低的話 我的手掌就不需要放得太開 你看我的手掌 練習不要讓手掌放得太開 這個放開的幅度非常的小 手掌 熟練之後就可以來要求拇指的動作 現在在骨棒落下時 拇指要與食指一起控制住支點 也就是不把拇指拿起來了 我示範一次拇指留在支點上面 再一次 再一次 現在我要示範 經過兩個點之後 手掌把骨棒收住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們現在試試看 對稱握法裡面的德式握法 這時候支點 一樣是由拇指跟食指控制的 但是它就不是捏住上下兩側 而是捏住骨棒的左右兩側 我試試看 讓它自然彈跳到結束 再一次 一樣在擊中骨皮的那一瞬間之後 拇指跟食指所控制的支點就不要再移動了 等到習慣了這個彈跳的狀態之後 我只要保留前兩下 後面兩下就用手指把骨棒接住 再看一次 如果幅度比較小 動作就會更小 所以記住這個感覺 自然落下 然後手指接住 怎麼樣是比較理想的接住骨棒的時間呢 就是你要去感受 骨棒敲擊到第二個點的那一瞬間 稍微比那個瞬間晚一點點就可以了 我再回來一開始的這個法式握法 注意聽這個第二下的時間 耳朵聽到第二下的時間 那眼睛注意我 什麼時候把手指 收住骨棒 包含這個德式握法 在剛剛的步驟都已經練習順利了之後 我們要開始練習 左手跟右手同時進行雙點的打擊 做這個練習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記住骨棒自然落下時 雙點的速度 現在我要先控制雙手的雙點速度是一致的 我先右手打一個雙點 然後左手試試看 盡量打出一樣的速度 把右手的兩個點跟左手的兩個點 串連起來 讓它聽起來像是一組順順的四連音 這個聽起來沒有很好 這個普普通通 這個有點糟 更糟 試試看把左手跟右手反過來 變成左左右右 拍子有點擠 這個還可以 也可以 這比較順 右右左左以及左左右右 都練順了以後 現在要試試看 右右左左右右 一共有六個點 這個練習的動作比較困難 因為當你右手落下兩個點的同時 在這個短短的時間之內 你把鼓棒握住 然後重新拉回 你準備要落下的高度 然後再落下一次 現在反過來 變成左左右右左左 普普通通 有一點亂 還可以 你會注意到 右手往下的瞬間 左手往上抬 左手往下的瞬間 右手往上抬 第二個點 無論是右手的第二個點 或者是左手的第二個點 就讓它自然發聲 所以你可以暫時忽略 這些點串連的順暢度 先注意這個交替的動作 看一次 多跳一下 再看一次 然後注意一下以上的動作 再來一次 左上右下 再一次 右上左下 差 等到這個一下 移上這個動作 練成習慣之間 試試看 把音連在一起 我現在要示範一次 右右左左右右 示範一次 左左右右左左 然后就是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 一直连续的打下去 如果要速度加快的话 试着把鼓棒的高度放低一点 双点的打击方式有很多 这里介绍的是比较难的 就是两个点都用弹跳 有的人可能会在第二个点落下之前 再多施加一点力量 让第二个点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扎实 可能是像这样 这个动作也是对的 这也是双点的一种 但是不是今天要教的 在往后的课程里我们会教到 今天这堂课请练习 把这个双点的动作 让第二个点的自然弹跳 跟第一个落下的动作 练到一气呵成 我们后续的课程里 会有非常多的应用 要使用到这个自然弹跳的双点 我会常常称呼这个双点叫做DDo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